英國當局拘捕了據稱和已經死去的基地組織頭目 本拉登有關的一名激進伊斯蘭教士 並預備將他遞解出境到約達 英國從2005年以來一直設法將阿布卡塔達引渡到約達 英國表示卡塔達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約達已經在缺席審判中判處卡塔達 與兩宗爆炸陰謀有關的恐怖罪行 但歐洲人權法庭在1月份裁決卡塔達不能被地界出境 因為有關當局可能會使用酷刑而獲得對他定罪的證據 英國內政大臣特里薩梅在英國國會說 他從約達收到了新的保證 說不會向卡塔達使用刑訊折磨手段 特里薩梅上個月訪問過約達 他說相信有關的保證會滿足法庭的要求 很可惜 未來的檢查 除了小齊 國內政大臣企業 年少年 目前為止 強迫 法庭